女种嘉文在家广告公司上班 刚拍完广告 陈老板就趁机对嘉文动手动脚的 可嘉文只能忍受这样的老板 同时都认为他是靠勾搭老板上位的 其实嘉文是有实力的 那只是别人的妒忌心罢了 回到办公室后 嘉文收到有派喜建筑公司的来信 嘉文和他老公买的房都几个月了 还没有盖好 而盖楼公司总有一大堆的借口推托 嘉文老公钟楚雄 他是一位大学老师 此时有一群学生围堵他 想要考试提示 好不容易摆脱这些学生 他到集市买了一副老师麻将 和他的三位亲友准备一起打麻将消遣 刚玩没一会儿 嘉文回来了 看到嘉文回来了 他们马上停止了 钟楚雄就过来向嘉文解释 从进屋开始 嘉文都是表情严肃 说婚期要推迟了 听到这里 钟楚雄的三位亲友 还以为是因为他们打麻将的事 钟楚雄也赶紧认错 这时嘉文说 是因为他们买的房子 又要推迟三个月才交房 而他们现在租的房子 这个月底就要收回了 剩下几个月 还不知道住在哪里 没房子怎么结婚 就在这时 钟楚雄其中一位好友 阿静的爷爷 在新界有一间房子 以前用来进屋藏郊 现在已经空了 反正钟楚雄和嘉文 就住两三个月而已 就喊他们去里面住 那栋房子是个花园房 有水有电 可以住人的 为了省房租 嘉文同意钟楚雄 他们继续玩麻将 几天后 他们搬进了老房子 刚进屋 门口挂了阿静说的 二奶奶的照片 嘉文看着照片说 二奶奶眼大无神 胸大勾人 一看就是狐狸惊象 晚上嘉文洗澡时 澡盆突然漏水 嘉文便加快速度洗澡 可不一会儿 澡盆就炸开了 洗完澡后 嘉文上楼参观 每一间房间 来到二奶奶的房间 房间凉悚悚的 让他感觉很舒服 当即就决定 晚上和钟楚雄 在这间房间睡觉 去世阿静的二奶奶 和他的丫鬟阿芝死后 灵魂一直留在 这栋老屋内 就在他们亲热的时候 二奶奶用一只蜘蛛 吓唬他们 等到嘉文睁开眼睛 看到蜘蛛吓了一跳 他们赶紧出去 拿着喷虫剂 过来到处喷 两个女鬼 看到他们被吓的样子 笑得可开心了 第二天 嘉文和钟楚雄 搬来一些新家具 嘉文准备去做饭 而两个女鬼 没见过电视机 在琢磨着 这是个啥玩意儿 就在这时 厨房燃起滚滚浓烟 嘉文不会生火 二奶奶叫阿芝帮帮她 于是阿芝便上了嘉文的身 把火升了起来 还熟练的用斧头砍柴 被在楼顶的钟楚雄 看到她以后 更加不敢惹嘉文生气了 钟楚雄把天线 连接好电视 就打开了电视机 二奶奶看到电视里播起来 觉得好新鲜 钟楚雄闻到厨房的香味 看着可口的饭菜 她兴奋的抱着嘉文 而此时 嘉文被阿芝上了身 在他们那个年代 男女之间不可以这么亲密 被钟楚雄抱着 扭扭捏捏 特别害羞 他们在客厅边吃饭 边看电视 二奶奶和阿芝也在旁边一起看 电视里播着一部古代片 其中一位和二奶奶的遭遇很相似 嘉文觉得没意思 马上换台了 她不能理解以前的女人 让男人耍得团团转 还不敢反抗 还要抱怨自己命苦 钟楚雄认为 那是以前的女孩纯情 三从四得 从一二中 任劳人缘永不反抗 但是嘉文觉得 就是因为这样 男人才会三妻四妾 还有那些女人 明知道男人有老婆 还要嫁给别人做妾室 或者收起来做黑色夫人 这就是没脑子 因为以前的女人不工作 只能靠男人养活 买个丫鬟 跟出跟进的 没了男人只能吃屎了 这简直说的就是二奶奶啊 气急的二奶奶 开始捉弄嘉文 让他吃不成饭 饭后钟楚雄在洗碗 二奶奶和丫鬟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嘉文在抹桌子的时候 看到相机对着沙发湿了下 这个闪光灯 把两个鬼吓到 飞在天花板上了 然后开始嘉文 给钟楚雄拍照 偷偷学会了相机的使用方法 晚上嘉文在敷面膜 钟楚雄洗完澡就睡觉了 可电视机没关 嘉文就去把电视机关了 但是二奶奶和阿芝 都想看电视 阿芝就把嘉文催眠了 然后他们继续看电视 这段时间因为搬家 嘉文累到 工作计划书都没来得及写 在开会的时候 领导问道 他便随机应变的说 让男士代言卫生机 没想到还真采用了 在家里 钟楚雄正在刷墙 把缝隙补上 二奶奶在试穿嘉文的衣服 阿芝便给他拍照 一不小心 把嘉文的面膜打翻了 就把钟楚雄 刚刚刷墙的粉 倒在面膜盒子里 这天晚上 钟楚雄为了庆祝 他们入住这里 准备了惊喜给嘉文 二奶奶和阿芝看着他们在沙发上亲热 让二奶奶想起以前 他和阿静的爷爷也是这番亲热 阿芝拿着相机 趁闪光的时候 给他们拍照 就在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 嘉文的好朋友 阿蘇来了 因为和他老公吵架了 还被打了 嘉文看到阿蘇被打了 就劝他离婚 凡是打女人的男人 都要不得 二奶奶在一旁 第一次听到劝别人离婚的 没忍住上了嘉文的声 劝阿蘇不要离婚 夫妻之间就应该多忍让 以前的女孩都比较单纯 一心只为丈夫孩子着想 伤心过后 他们开始敷面膜 面膜在白天被阿芝 换成了刷墙的粉 所以他们的脸现在 怎么也拔不下来 嘉文只能喊醒钟楚雄帮忙了 刚把嘉文脸上的白粉敲开 阿蘇的老公来了 但是阿蘇让嘉文 别让他老公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因为放眼的问题 嘉文说阿蘇和他老公 在房间敲东西 被他老公听成不正经的事情 又要闯进房间 还被阿蘇打了一顿 嘉文给合作人找了几百个模特 都不满意 无意间看到钟楚雄的照片 特别满意 直接订钟楚雄了 于是嘉文告诉钟楚雄 帮他找了一个假期工 是拍广告的 但是没说是卫生巾 说是一种方便面的广告 毫不知情 钟楚雄就这样把广告给拍完 这天四兄弟又在家里打麻将 二奶奶看着钟楚雄老实输 就上了钟楚雄的身 切磋几把后一直赢 给阿静输的救自己的爷爷死 他们都调侃阿静是不孝子孙 二奶奶在聊天中才得知 阿静就是吴瑞才的孙子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这等吴瑞才 原来他在澳洲 二奶奶还想继续问阿静 便跟着阿静就去上厕所 但童子尿把二奶奶 从钟楚雄的身体吓出来了 这天是广告播出的时间 钟楚雄看到广告后 才知道是卫生巾 很气愤 认为嘉文欺骗了他 他是一位老师 拍这样的广告 让他没脸见人 两夫妻吵了起来 一番争吵后谁也不低头 一早钟楚雄和他的三个好兄弟 喝早茶 看到阿静的胸前挂了黑布 原来他爷爷去世了 下午要去老屋 他爷爷生前在遗嘱里面说 在老屋找个地方 把他骨灰埋在那里 并且不准把老屋卖掉 他要在那里安息 此时在老屋 二奶奶正在收拾东西 决定去澳洲找吴瑞才 刚好阿静来到老屋 二奶奶想问阿静吴瑞才的下落 可他们毕竟是鬼 这样贸然行动 把阿静吓得半死 直接从楼下跳下去逃走了 嘉文和钟楚雄到现在还在闹别扭 钟楚雄独自睡在沙发上 二奶奶实在看不过去 决定帮帮他们 然后上了嘉文的身 主动找钟楚雄道歉 承认错误 就在二人情不自禁的时候 二奶奶意乱情迷时候 叫出了吴瑞才的名字 这一下弄巧成拙了 气得钟楚雄打了嘉文一耳光 便出来和朋友喝酒 他以为嘉文给自己戴绿帽子了 阿静他们说嘉文不是这种人 钟楚雄告诉他们 嘉文在抱着他的时候 喊着瑞华 于是阿静说 那是嘉文被鬼上身了 瑞才是他爷爷的名字 与此同时 另一位朋友 把相机里的照片洗出来了 看到相片里 有他们俩一起的照片 还有一张模糊的二奶奶的照片 在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不可能拍出他们同框的照片 这才让他们相信 阿静刚刚说的话 现在就剩嘉文一个人在家 于是他们找到师父去抓鬼 但师父今晚要去拍戏 原来他只不过是一个演员 于是便让他跟学艺多年的阿静去抓鬼 与此同时 在老屋 嘉文怪钟楚雄在他睡觉的时候 打了他烟耳光 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走 二奶奶和阿芝就在劝嘉文 嘉文看到他们后 吓得到处跑 阿芝只能把嘉文按了暂停键 让二奶奶好好和他说话 二奶奶劝嘉文不要生气 等钟楚雄回来好好讲清楚 这时 抓鬼四兄弟来到老屋开始施法 这一惊吓 导致阿芝的遥控器掉到窗外了 嘉文动不了 只能看着他们瞎搞 四兄弟来抓鬼太不专业了 他们不会念咒 居然认为唱歌就能瞎跑鬼 看到他们这样 阿芝走过去说 他们不会害人的 阿静拿出符贴在阿芝的脑门上 其实这个符根本没用 因为不是猪杀血的 原本二奶奶和阿芝从未有过害人之心 经过四兄弟这一番折腾 彻底把二奶奶激怒了 开始反击了 二奶奶和阿芝已经变脸了 气得头发都炸了 二奶奶和阿芝不断换着上他们的身 戏弄他们 无奈之下 阿静把爷爷吴瑞才的骨灰朝他们砸了过去 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后 吴瑞才的灵魂竟然出现了 二奶奶赶紧进屋梳妆打扮 最后终于跨越50年的等待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这部电影叫《极屋藏娇》 是80年代的香港喜剧电影